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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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過去艾茲等人權歷史上 有兩個非常著名的案子 一個是發生在1986年 也是差不多艾茲這個起零 剛進到台灣沒多久之後 當時有一個台式大學的典型 他因為感染被學校拒絕 當時他們要求他 用海獸的報紙進行詮釋 第二個非常著名的校園的案例 就是發生在1995年 在澎湖有一個初學感染的血統 那他因為被媒體報導 所以後來學校引起很大的恐慌 當時最後的結果就是 教室裡面剩下這個血統和他的老師 兩個人 其他的小朋友都被家長要求 不只跟這個艾茲改良的血統統辦上課 可是各位想想 這兩個事件 一個發生在26年前 一個發生在18年前 當時的社會可能因為對艾茲的不夠良知 很有這麼大的恐慌 可是現在我們回頭看政府的行為 經過了漫長的很多年 20年 這些恐慌近來一點都沒有改變 在教室以前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的艾茲情 已經嚴重的欺詳了教室的工作權 更嚴重的是我們看到 校園已經變成了孕育其事的一個場域 現在這個教室正義高 就是艾茲事件 這個讓我們像是大概艾茲的年齡 就是艾茲剛才被施大學 或求學的這個境外決定的教育 一些 那這時引發社會 黃耕生的超育的事件裡 施大後來雖然在百分雕來的時空下 對他去教學的方式 讓他隔離然後拿到國學 但是全部以針發國立教育 因為這樣子就多了他來工作權 當行使篩檢的這筆權 是限定在那些所謂一般大眾 就是那些非公告名單上的那些人 葉艾茲就成了好公民 用來成那些被污名的道德線 一方劃清界線的執行中斷 而這就是機管局部局長 新闻女士就是介紹人 在臉書上做主持的美位 還宣布那些站出來做地塞的人 是最有名的 如果在恐慌持續蔓延之下 他在教育現場 就是對老師們的工作權 我覺得在教育前期 確實知道有他的關鍵 立即檢討政策 停止製造恐慌 立即檢討政策 停止製造恐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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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